我们最小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小点,很小很小的一个点。 这个点呢,现在科学家把它量化了,是我们头发丝,头发烧那个点的百万分之一,那么小。 然后,这个小光点呢,它是一个光点,所以现在在高能物理学里面它叫光亮子。 这个光亮子呢,本身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空性的,就是因为光是占空间的。 这种小光点呢,实际在我们面前,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看到,实际在我们面前,这种小光点是数不清楚有多少个小光点。 实际上,这种小光点是我们的環境,我们不够能够感受它,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小光点。 这个就好像是我们看到的大河,大河里的水,或者大海里的水。 实际上水是一大片,但是真正到水的颗粒的时候,它是氢二氧一的水分子。 所以,它是一大片的河里的河,就是水。 然后,当你减少化水的河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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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仁安可 Philipp中,这种內酷的河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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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皮革建造,将它们一起寄 disowned, 修认一亩地河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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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里。 形成的光子海 就是我们在一个光的海洋里面 所以我们感觉不到 是一个小颗粒一个小颗粒 实际上它的状况 正是像海水一样 由小颗粒组合 而成的一个空间 正因为这些光子它是透明的 就像这个水晶珠一样 它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彼此时间才能看到彼此 是觉得没有东西 实际上是在透明的光子海里面 大家在彼此见面 因为这些水晶珠一样的光子 它是透明的光子 很明显的 就像是彼此 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彼此 但是它是透明的光子 它是透明的光子 所以它是透明的光子 它是透明的光子 它是透明的光子 在我们身体内 身体外 在整个的虚空法界 在我们所有的空间里面 无处不在 所以这个光子的光子 它是透明的光子 它是透明的光子 在我们所有的光子 在我们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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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全球 在我们身体 是透明的光子 我们的生命怎么开始的 是从一个小光点开始的 我们的生命 是从一个小光点开始的 我们的生命 是从一个小光点开始的 我们的生命 是从一个小光点开始的 这个小光点 染上了我们父亲的DNA 母亲的DNA以后 把父的DNA和母亲的DNA 通过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把这个小光点黏在中间 然后我们的生命 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个图片呢 在我们中国 这个图片是在一个 一千年前的一个古墓里面 发现的一个棺材顶上的一个 盖的一个绸布上面画的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下面的这个螺旋的部分呢 如果是我们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 现代的DNA图谱上面 大家就看到了一个是来自父的DNA 一半来自母的DNA 然后这样交叉 然后我们就代成了 所以在这种图片 我们看到 在这个图片里面 在这种图片里面 我们看到 在这种图片 我们看到 在这种图片里面 在中间的一个组织 地区 这个受精卵细胞,然后它经过分裂分解成两个卵细胞 然后变成四个,八个,十六个,三十二个,六十四个这样大波的往下分解 所以我们细胞经过分裂以后,变成了我们的五脏,变成了我们的四肢,变成了我们的头和肩 这样才有了我们的身边,才有了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才开始动脑袋,然后才有了我们的想法 所以说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 我们的想法不是我们 我们是那个很小很小的小钢点 那就是我们是我们真正的那个我 因为它是生成我们整个身体,生成我们想法的母体,就像母亲生下我们一样 是因为那个小细胞,那个小明点,然后包裹着父和母的DNA,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身体和想法 所以这个在传统的神器文化,或者神圣文化里面把它成为不死的明点 所以在传统的神圣文化里面,他们说,这个小细胞的小细胞 我们是死不了的,因为我们是那一点光 只要这一点光不离开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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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永远活着 我们就会永远活着 这在西方的宗教里面呢 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里面 把这个称为上帝之光 那么在印度文化里面,他们称为如来 在中国文化里面它称为道 名字叫的不同,实际都是指的那个小名点 他们有不同的名字,但他们提到同样的名字